好来关心是安杰伊苏伊士运河半年前 曾经过长路长四轮 意外搁浅导致全球的航运都受到冲击 昨天又有一艘货船搁浅了 幸好有惊无险迅速的排除事故 在近6月之后 苏伊士运河又有货船搁浅 这艘货轮是在巴马注册的珊瑚水晶号 货轮是在进入到运河 大约53公里左右的双河道河段来搁浅 不过这次是很快的反应 除了导引船只到另外一条河道 拖船也成功让这艘4.3万吨的货船浮起来 重新恢复了航道畅通 但是船只搁浅的原因 到目前是还没有公布的提供给大家 大陆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以及南非领袖在昨天 印度举行了金砖五国的元首峰会 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议当中 就来宣布了今年内将会向发展中的国家 无偿捐赠一亿器的新冠疫苗 除了大陆在金砖五国的峰会当中宣布捐赠疫苗 习近平跟俄罗斯宗普丁等领袖 也在会后发表了新德理宣言 希望克制暴力 以豪平手段处理局势 同时对克布尔机场外的恐攻 给予最强烈的谴责 也呼吁阿富汗不要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风港 还有向其他国家发动攻击的根据地 日本出现了新型变种病毒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 9月3号为止 日本有18个人感染了ETA变异株 这也是首次发现有人感染新的变异株病毒 来自英国 日本在检疫的过程发现 在入境的确认者经过病毒精英列分析 有18个人感染了ETA变异株 新美幼儿园爆发了Delta群运感染 现在家长紧张 胸腔重症科医师黄医师就提醒 有五种孩童是沟风险群 Delta变种病毒传染力强 美国有研究分析 孩童如果有肥胖的问题 竟然会增加重症风险 可能就是比较肥胖 就是会比较会影响抵抗力吧 胸腔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分享 在美国确诊住院的 454位孩童当中 45%有过重的问题 其中11倍认定是过度肥胖 他们入院的风险 比一般的孩童高五倍 如果知道这个讯息的话 应该会试着去控制小孩子的饮食 所以小朋友的饮食方面 零食方面都会更加留意 除了肥胖之外 孩童的家中如果有人确诊 或是协议中的发言指数过高 也是参考标准 年纪也是一个关键 0到3个月的婴儿 重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7.86倍 另外拥有慢性病的孩童也要注意 任何的小朋友出现了发烧 咳嗽 类似感冒症状 请各位大人不要把它当作是感冒 记得要再去跟它确认一下 筛选一下 孩童慢性病的部分 像是肺病 肠胃 神经疾病 气喘 糖尿病等等 都是入院的高风险族群 医师也提醒对孩童来说 现在最危险的因素 就是来自家中未接种疫苗的成员 虽然孩童重症死亡率极低 但还是要多加小心 韩信山景城台中采访报道 多加上 川的第二天 为何 数拉 感谢观看